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停车壳看到有人用手机就可以租借摩托车 共享电动机车市场竞争越来越白乐化 目前市场上有WiMo、GoShare、Iran 而龙头老大WiMo预计在2020年推出新车种 新服务迎战竞争对手 巩固一般消费市场也尝试进入商用市场 现在常见或是常使用的共享机车的车种 都为绿排电动机车 主要是迎合短程的交通需求 而WiMo看见不一样的市场 规划与中华eMoving合作 推出快充机能性强的IE125白牌电动机车 小写的i、大写的e 为要抢先进入商用市场 交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在2019年12月20号 数位时代的报导标题是 WiMo两大优势对决GoShit 2020年将导入白牌电动机车 还打算盖充电站 在文章里面提到 WiMo要用几个策略来抢占电动机车市场 共享电动机车市场 第一个策略 数据优化服务吸引意义合作 WiMo在台湾上线已经三年了 从发展的车联网技术具有一定的基础 服务范围从过去的双北到今年发展到高雄 全台投放的车辆数目高达5000台 累计骑程数更是高达500万次 这些数据的累计跟统计都是WiMo的优势 但WiMo常常被同业所供给的就是人工换电 WiMo需要人骑车去换电 而WiMo面对这个问题 也透过自行研发的4G智慧控制盒 又称黑盒子来解决 让总部可以有效掌握每一台机车的状况 跟电池电量 也可以进行换电服务前控 也可以安排最佳的换电路线 让维护人员做最有效率的车辆维护 与换电速度 而且WiMo所开发的4G智慧控制盒 可适用于任何车种车型 不论是机车 汽车 货运车 甚至是邮轮 都可以导入使用 且透过4G智慧控制盒 所收集的车辆使用状况 还有路线数据 都可以成为WiMo可延伸的商业模式 例如保险业、政府部门、地图导航公司等等 对于这些车联网的数据资料都相当的感兴趣 而第二个策略 他们是导入白牌机车 巩固消费市场与抢占商用的市场 WiMo规划与中华e-moving合作 以中华e-moving所研发的i1125白牌电动机车 发展观光与商用市场 小写的i、大写的i 但i1125可能不方便之处 在于这种车种是不可换电的 所以需要用进行电动充电 目前中华e-moving已经开始积极建置充电桩 预计2019年年底可架设118个快速充电站 而i125的充电续航力可达155公里 是目前使用车型的两倍 所以i1125将可满足观光与商用 两大市场需求 我们举个例子 当我们在观光区一日游玩到一半的时候 如果电动车没电了 是不是就很尴尬 所以这时候对于电动机车的需求 就是可以满足长时续航的能力 而i1125充电续航力达155公里 就可以满足此需求 另外在商用市场中 快递物流、美食、外送、业者都是WiMo 潜在合作对象 需要管理机车、脚搭车、货车等不同的车种 WiMo就能输出整套的车联网系统 供业者管理旗下的车辆 所以WiMo预计可跟FuPanda、UberEats等送餐业者合作 提供租借合作策略 而且WiMo还有营业的机车保险 外送人员送餐时更加有保障 接下来用另外一篇报导 是2019年7月19日 一样是苏维时代的报导来了解 这台i1125的功能与特性 文章标题叫做 在文章里面提到 i1125它主打性能智慧快速充电 采用国家快充规格 标榜性能强悍 0-50公里加速只需3.9秒 从新人来说 i1125急速可达100公里 充电续航力达155公里 车子研发过程加入中华汽车底盘的调校经验 增加机车的骑乘稳定性 而文章里也提到 i1125的两大特色 特色一 结合APP 呈现智慧电动车 i1125拥有车联网功能 结合APP操作 连接手机就能进行机车解锁 个人化仪表设计 内建电量啊 胎压 侦测还可以浏览行车记录器 并配有电动倒车 电动驻车 USB充电器等功能 特色二 主打快速充电 充电10分钟 可跑78公里 目前市场上 以GoGoro换电电动机车为主流 但中华inmoving仍然坚持走向 充电式电动机车的研发 总经理陈昌文表示 快速站建置速度快 且成本比换电站来得低 中华inmoving希望未来可以打造 再加充电 出外补电的充电生活圈 充电模式是依据消费者在不同电点的停留时间 给不同功率的充电方式 所以他们推出三种的充电方式 第一种是较为经济的加充模式 再加充电约6小时即可将电池充保 第二种充电模式叫做快速充电站 在快速充电站充电30分钟可以将电池充保到50% 快速充电站主要会设置在大卖场、速食店等等的地方 未来消费者在逛街购物的时候都能够充电 第三种充电模式是快速充电站 主打10分钟就可以让电池充满到50% 设施方面就会跟中油跟其他的公共设施来合作 目前充电站的建置时程与规划上 从桃园开始再拓展到六都 目标是2020年达250座以上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大家会发现日常生活跟工作环境中 越来越多的共享资源的出现 而共享机车也是许多人在交通上的选择 成为新生活的代步方法 而各大厂牌也纷纷加入到这个市场 但这也是消费者的福音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电动机车也可以来使用 就像阿峰在两年前就开始使用Wemo 过去两年前我要骑一台Wemo 我就要骑Obike到旁边停车 我才可以把Wemo骑走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共享机车 欢迎多尝试 因为你的每一次使用都是鼓励 更好的商业模式 存去下去的动力哦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